当场就凹出一个大洞随时都会有倒塌的危险 但面对威胁 乌克兰的民众不愿放弃一名男子 甚至是肉身挡住坦克想阻止俄军进入基辅 基辅一座住宅高楼惨遭捣弹命中 震撼画面宛如灾难片电影 附近的居民惊恐拍下画面 最了解这栋大楼靠近基辅第二大机场 可以看到大楼的右侧被炸出一个大洞 至少三个楼城的外墙和天花板统统不见 附近路面漫视残骸 大楼本身不断爆出浓烟 因结构毁损随时有倒塌的危险 爆炸威力之大就连附近的住宅也被波及 有民众拍下室内的画面 可见一阵火光伴随震动 随即窗户就被震开 大量浓烟窜入室内 里头这影像也震惊全球 不看一名男子手无寸铁 英勇上前 又肉身挡住了俄国车队 要他们别再靠近基辅 俄军被吓得Z字行照道 一度还开上草坪 但男子不死心 接着又冲到下一辆车前面 挥舞双手 要俄军别再前进 但可不是所有的俄军都这么心软 在基辅一辆俄国坦克原本执行 却突然大转弯 高速碾压一辆轿车 直击的民众吓到快要飙累 事后路人一涌上前 用机具破坏车体将人救出 年长的驾驶一连惊恐 奇迹似存活 俄军25号从北面攻入 乌克兰首都基辅 入业之后双方激烈薄火 整座城市陷入全面上站 俄军陆海空三面包夹乌克兰 大量散兵从天降从西侧封锁基辅 不仅控制了附近的机场 还狂轰火力发电场 目的就是摧毁首都的电力 和暖气设备 同一时间 还有只约100辆装甲车的俄军部队 正从外围准备进入基辅 离市中心只有30公里 车身上还有大大的V字 究竟在玩什么把戏 恐怕只有普丁最清楚 记者综合报道